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今天的天氣更加溫暖了 而且明天來講還可以熱到27度 甚至下個禮拜南台灣還可以熱到30度 所以天氣溫度逐漸開始回溫 但是早上的時候 因為今天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部分地區還是比較涼一些 在新竹峨梅這邊9點4柱 然後南投的中寮是9點5度 但是白天的時候 太陽出來之後 溫度逐漸開始爬升起來 各地算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但是今天有一些地方水氣稍微多一點點 今天的定量下水圖 也就是雨區預報 來基隆北海岸和宜蘭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偶爾會容易有一點降雨 所以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的民眾外出 記得攜帶一下雨季 那明天開始 溫度會逐漸又要開始爬升了 其實今天已經感受稍微比較明顯一些了 北台灣今天的最高溫可以來到25度 所以大家穿一件博長袖就OK了 那在中部地區也是25度 相當的舒適 南部地區今天稍微有一點熱了 27度可以穿短袖出門了 但是花東地區因為今天比較容易降雨的關係 溫度在22度稍稍還是有點涼意 記得要加外套 但是特別留意一下 早晚的溫差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早出晚歸還是要記得戴一件博外套在身邊 那緊接著來看到明天 回溫的感受會更加的明顯 明天在北部地區就可以熱到有27度了 好像可以把短袖都拿出來了 那週末的天氣也不錯 下個禮拜的溫度會更加的溫暖 尤其在南台灣 甚至可以來到接近30度的高溫 那北部也蠻溫暖的 來到了26 27度 所以大家一些比較輕薄的衣服可以拿出來了 但是同樣還是要注意一下 溫差是比較大的一個形態 所以還是要消消留意一下 今天外頭天氣是相當不錯 只有東半部會容易下雨 記得要戴一下雨具囉 天氣資訊整理給大家 的時候請們 一定要看到 Drama 偶 contained 創證 操